怎樣選擇人員呢? 我會首先是合眼緣 合眼緣第一件事就是我信緣份 起碼我跟她有緣 第二就是我跟她聊天的時候 她會給我一個信心 是穩重的 是有誠意的 不只是她說沒有我說的 她要聽我說 她懂得聽我說的 我的故事 我的背景 還有我是不喜歡黑銷 而年齡方面 我現在有一個新的看法 就是看年輕人的很好 我沒有特意去選擇 但是我自己覺得 年輕人的有活力 她會 第一 可能她的資訊會 快一點 接手力快一點 第二 她能夠支援你的時間會更長 因為她年紀比你還要小 因為她年紀比你還要小 如果太大年紀的人 她可能比你還要先 所以就跟不上你的單 這是我自己現在這樣想的 至於她是否真的需要獲得很多獎呢? 那獎方面的確是有一個信心 但是並不是最重要 那獎方面可能是 如果我是真的做投資的 那她拿了很多獎 即是幫我賺很多錢 那這個可能更重要 但是如果你說保險 不要說是賺錢那些的保險 那譬如醫療說 一些貼身的保險 我比較喜歡一些 就是她能夠跟你真的聊天 你對嘴型那些 誠懇的 即是能夠朋友一點的 即不是說經常穿西裝 跟你拿著一些文件在那裏讀的那些 那我自己覺得 就是聊天會 會好過 即是你好像在那裏做表演 那些女性 那其實我自己 就是 編號當然是找回一個女士 做我的代表 那為什麼呢? 就是 就是 最初是代表的 跟客人的關係 但是因為 剛才也說 就是她 不多不少 談了一段 都 日久都會了解我 那雙方的 即是大家了解深了 還有 當我有事的時候 我會講完我的背景給她聽 我會講完我的背景給她聽 我會講什麼病 尤其是女性 有很多苦科的問題 那這些 真的很貼身的 其實都已經交了個心出來 那 日子一耐了 其實 真的變成 什麼都談 而那個 代表呢 他就 除了跟你談 你病啊 或者儲錢的事情 他都跟你 看看 其實 可能你兩夫婦的關係啊 或者你 為什麼你病啊 因為你風水不好啊 這樣 即是 這些無所不談的 是的 即是談天說地 那 即是 又或者 你應該吃些什麼啊 或者 我最近 街市見到有些 很好吃的東西 很有益的喔 哪有介紹給你 其實這些 又不關那張單事 但是 買菜又可以跟你講一下 買衣服又可以跟你講一下 拍照又可以跟你講一下 怎樣可以用一個漂亮一點的APP 令自己漂亮一點 開心一點 那 即是 日久久了 就 就變成 朋友咯 即是 更好過一個 就這樣在Whatsapp裡 聊兩句的那些朋友 咯